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都是为了妙儿 不如你我二人合作 合作 怎么个合作 该不会是将她腹中的孩子批成两半吧 小姐 咱们有必要穿成这样吗 大侠夜行都是如此的 咱们这次偷偷懵懵来 为的是偷走宋喜远的司招 要是被旁人发现了如何是好 可你好歹是宋家少奶奶 咱们为什么不走正门啊 你见我哪个大侠是从正门走进去的 总之 今天你一定要配合 千万不要出什么岔子 可是 别可是 进去之后再说 公子 裴大人到了 裴大人深夜来访 又为了什么 宋公子也是商场中人 想必沈家之事也有所耳闻 我倒想问问你 到底和妙妙何冤何仇 要害她到这个地步 此言何意 明人不说暗话 我和太后已经达成了协议 只要阁下 不再搅和我和妙妙的关系 太后就不会为难沈家 虽然我不知道裴大人 到底哪里得罪了太后 但是为了妙妙的安全 还是请你别再接近她了 三公子真的认为 太后之言可以相信 三公子 因何目的接近沈家 裴某不怨款 只是妙儿是无辜的 不论你我二人如何交锋 都不应波及于她 真巧 宋某也是这么想的 裴大人有什么想法 正所谓局势如其 分酒必合 裴某也不愿述三公子 这般可怕的敌人 既然都是为了妙儿 不如你我二人合作 合作 怎么个合作 该不会是将她腹中的孩子 批成两半吧 孩子之事尚且不论 不知三公子 对皇商之位 可否动心 你有法子 裴某乃是陛下之臣 太后独揽大权日久 陛下早有不满之心 倘若三公子 愿意弃暗投名 陛下自然愿意 许三公子皇商之位 可是宋某也知道 这天下没有白痴的宴席啊 说吧裴炎湛 除了妙妙之外 你的条件是什么 待宋记商后 在京城开谱之时 裴某想要三公子 当我的耳朵 这裴大人就如此信任我 认定我甘愿为你驱使 与其说信你 不如说我相信你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 何朝珠子 唯有我可以实现你心中所想 哈 嘿嘿嘿嘿嘿 长夜漫漫 宋某还有很多可以跟裴大人慢慢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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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